馬國明和唐詩詠今天就一齊出席電視劇 白色強人的首映禮 馬明和唐詩詠情同兄妹 這次飾演離婚夫妻會不會覺得很尷尬 我們的Freshback的全部都不恩愛 我們的Freshback全部都是喊吵架 那不是為什麼會離婚呢 是的 所以我們開頭有點尷尬 不知為何難捏 我們溝通了很久 但最後都OK的 而且我挺喜歡這次的設定 雖然有點奇怪 但是挺新的 而且處理這段感情是挺成熟的 在劇集裏面 但是馬明似乎特別滿意自己 這次在劇裏面的角色 我也很少在電視劇裏面那麼男人 我印象中我是有一點大男人的 給我一個挺深的感覺 因為我很少在現實生活中 我通常拍的戲都很少做一個大男人的 但這個戲他又拍得我大男人得來 又好像又挺有型的 所以馬國明今次看這部劇 就是拍得很開心的 看到近日 網上傳出馬明和黃森永分手之後 曾經很傷心地說自己下次拍拖 不會再找香港女生 因為覺得香港女生比較貪污虛榮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沒有我沒有 真的沒有說過 沒有